文文是一个实习生,尽管她每天拼命工作,但仍得不到上司和同事的肯定,而与她同期的艾玲却在公司要风得风,要语得语,风情万种的她还将部门经理迷得晕头转向。 这天,文文要去汇报工作,结果撞见艾玲和经理在办公室暧昧一幕,回到家后,她觉得自己压力很大,就像陪在身边的木偶诉苦。 当她回想起白天的画面,竟流起了鼻血,一滴血还滴到了木偶身上。 随后奇妙的事发生了,木偶变成了一个和文文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类,她称文文为主人,还给文文一个小本子,说在本子上书写下命令,她都会尽力完成。 文文想测试一下木偶的忠诚,就写下了自打耳光这样奇葩的命令,不料木偶立刻执行,这让文文十分惊讶。 几天后,经理要求两个实习生各自交出一套策划案,同事们纷纷帮艾玲想点子,文文却被冷落到一边。 这时,她想起了木偶,于是便滴血换出木偶,让她帮自己完成策划案。 第二天早上,文文满心欢喜地去了公司,没想到她的策划案却被艾玲偷走了,还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。 文文恼火不已,又请出木偶帮忙,木偶迅速地帮她补出更好的策划案,最终文文备受客户赞赏,她也提前转正。 这件事让爱玲对文文怀恨在心,她再次想陷害文文,不料在木偶的帮助下,爱玲的计划没有得逞,反而暴露了自己窃取策划案仪式,最终被开除。 文文对男同事皮特一见钟情,得知此事后,木偶把文文的心声告诉了皮特,没想到皮特早已喜欢上了她。 从此,文文开始与皮特频繁约会,还让木偶带她上班,自己坐享其成。 有一次,皮特到文文家里吃饭,她安排木偶准备晚餐,自己就出门做头发了,可皮特机票改签提前来到了家里,把木偶当成了文文。 皮特的亲密举动,唤醒了木偶内心深处的情感,她甚至想要体会做人的感觉。 不久后,皮特向文文求婚,而求婚戒指却被木偶偷偷翻出来戴在手上。 文文发现后,愤怒地惩罚她打自己耳光,可是木偶打了自己几下后就停手了,因为她已经有了人类的思维,不愿对文文为命适从。 而随着恋情的发展,皮特搬到了文文家中,如此一来,木偶就不得不每天躲在衣柜里,可她不甘心只做一个替代品。 就像文文提出单号自己出现,双号文文出现,一人一天轮换共享皮特的建议,文文怕木偶拆穿自己,不得不答应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,皮特也没有察觉身边人的异常,而文文也安慰自己,只要能跟皮特在一起,哪怕一半的时间也行。 但木偶却越来越贪婪,甚至得寸进尺地在双号日子跑了出来,文文看到后吓坏了,无奈之下她只好进了柜子,可木偶竟然将柜子锁了起来,文文再也受不了了。 开始大声呼救,皮特打开柜子看到真正的文文被吓了一跳,可她还没来得及思索,就被木偶打倒了。 随后木偶拿着凶器逼近文文,并指明两人中只能有一个可以做真正的文文。 无奈之下,文文拿起了一个棍子反击,最终将棍子插在了木偶身上,木偶很快变回原形,并再也无法被唤醒。 当一切结束以后,文文决定痛改前非,此时的她也终于明白,一切的事情都自己做, 毕竟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成果,才是最踏实的。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《万物商店之木偶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解释到这儿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